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制衡越做越好的动力 金钱名利 世间人趋之若鹜 它代表财富 代表地位 同时也最具争议性 老话说得好 钱虽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关于钱 你需要认识以下几点 看的过程中有什么感想或者看法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只恒非常需要您的鼓励和支持 有句老话说 亲戚不共财 共财断往来 去年火爆大陆网络的大一哥事件就很好地验证了这个道理 大一哥真名朱之文 因朴实独特的歌声在选秀节目里脱颖而出 一夜之间 这个穿件破旧的军绿色大衣 穷困潦倒的建筑工人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本以为能够风光地回到村里造福村民 没想到 村民并不领情 八杆子打不着的人都来盘亲戚做朋友 小小的院子挤满了不熟悉的人 修了路 翻现了幼儿园 给灌溉田通上了店 被村民抱怨做得太少 甚至砸了为他做的功德牌 买房子没买车 甚至孩子结婚的钱都跑来找他借 九年间借出去了一百多万 却没有一个人还 好事做尽 却没有一个村民说他一个好字 更过分的是 有些村民竟然得寸进尺地说 要想俺们说他好 俺装上一人给俺买辆小轿车 一人给一万块钱 有了钱的日子 以为会越过越好 没想到却被黑得越来越惨 活得越来越累 怪不得最后大一个说出 出名这么多年 看清很多人 缺钱时或者需要你帮助时 就跟你说咱们是一家人 其实亲口不一 甚至笑里仓道 钱的确是亲情的试金时 凡是以利当头 再好的关系也可能土崩瓦解 真心才能换得真心 最怕的我把你当成亲人 你把我当成取款机 钱是友谊的敲门砖 前段时间 一位粉色的朋友的侄女小周 表示自己很纠结 好友结婚自己给了1500元红包 结果自己结婚的时候 对方收了喜糖 却连一分钱的红包也不拿 这友谊该如何继续 小周和小唐是前同事 由于年纪相仿 又经常负责一个项目 所以关系比一般的同事更为亲近 几年前 小唐结婚 因为关系不错 小周就特意包了1500元的红包 其他同事结婚 我都随了500 因为觉得和他关系好 还特意准备了大红包 后来小周辞职自己创业 小唐去他店里 看上了店里的产品 他二话不说 就当礼物送给闺蜜了 结婚前 他特意开车给闺蜜送去的喜糖 还叮嘱小唐一定要来参加他的婚礼 可婚礼当天 小唐并未出现 也没随理 直到婚礼结束 小周也没看见闺蜜的影子 小周开始安耐不住了 他发微信问小唐为什么没来参加他的婚礼 小唐说工作太忙 忘记了他结婚的事了 并当即给他道歉 却只字未提礼金的事 更让他忍无可忍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 小唐居然打电话 让小周帮忙工作上的事 因为礼金的事吃了哑巴亏 小周怒怼小唐 你找我帮忙倒是记得住 后来 小周在微信里和小唐把事情挑明了 没想到小唐一直没有回复 小周越想越生气 他气的不是这1500块的礼金 而是小唐压根没有把自己当成朋友 底下网友纷纷表示 1500块认识一个人也算值了 亲兄弟还有名算账 更何况还是朋友 这样的做法 着实让人寒心 不管多亲近的关系 都不该带着目的交往 真正的友谊 不是以关系好为借口 占尽对方便宜 你开口借钱 我有钱就见你 你能周软了再还我 这是朋友 借钱不还 还打着朋友的名义 恶意讽刺的 这就是个小人 好相处的关系 应该是互相谈情 主动谈钱 都说谈钱伤感情 但是可以谈钱的友谊 才能更加牢固 钱是有钱的纽带 它会让两者的关系 更有约束力 双方交往也更有尊严 记住 好的友情都很贵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 也是一样的 对于钱的问题 这些话一生都受用 对待金钱的态度 足以反映一个人的人品 钱贫好的人 人品也不会太差 抢着买单的人 并不是他多有钱 而是他想珍视和你的 这段友谊 隔三差五送你礼物 希望你开心的人 也不是天生的阔绰 只是他希望尽自己 所能去爱你 亲人之间的走动 不是想占你那点便宜 因为他们知道 亲情是这个世上任何东西 都无法阻隔的感情 人这一生 大家都在静香奔走着 岔路太多 你也不知道 当初和你同行的人 急经辗转 还在不在你身边 如果遇到那个 敢和你谈钱的人 就好好珍惜吧 不要因为钱 弄丢了身边最爱你的人 看到这儿 有什么自己的感悟和看法呢 快在下方那个评论区留言吧 也别忘了点击订阅 随时与千万中老年朋友们 在线交流 另外 专门要和所有中老年朋友们 再说说花钱的事情 聪明的老人 不仅要舍得花钱 更要学会花钱 虽然现在很多老人 已经开始舍得花钱 但仅仅只是舍得花 还不够 要明白怎么花 才是花对了钱 怎么花钱 才是没有辜负自己 当初为了挣钱付出的辛苦 人到老年 把钱花对至关重要 有情有理的快乐消费 才能提升生活质量 享受美好人生 一 把钱花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上 有很多人都认为有钱了 就是要顿顿有大鱼大肉 才是享受人生 其实人越大 就越要将钱 投资在健康的饮食 与生活方式上 不要贪图便宜 去买劣质食品 根据自身实际 购置一些适合自己的体育用品 增加体育锻炼的乐趣 这样看似花了很多钱 其实是花小钱省大钱 因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就有了革命的本钱 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 不要盲目花钱购买保健品 否则不仅会赔钱 还会搭上自己的健康 二 买衣服再精不再多 现在时代变了 中老年人也该好好打扮打扮自己 可以多花点钱 买一些漂亮的衣服 让自己能够在年老的时候 依然光鲜亮丽 穿得好看了 才会越活越年轻 这样更有利于健康长寿 不过我们需要懂得 与其不停地买很多价格便宜的衣服 不如选择几套适合自己 细致与身材的高品质衣服 这样记得让自己端庄美丽 也算得上是另外一种节约 三 学会理性投资 让钱生钱 花钱并不意味着消费 将钱花在投资上还可以赚钱 当然 投资也是有风险的 需要衡量很多指标 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收益越大 风险就越大 可以选择购买权益较小的国家基金 虽然收益少 但几乎没有什么风险 也很值得购买 四 多花点钱去旅游 只赚不亏 人最大的遗憾就是 想吃的时候吃不了 想走的时候走不动了 人年纪越大了 能出去走走 机会就越少了 所以趁着自己健壮的时候 多出去旅旅游吧 老年 其实是最好旅游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既没有工作的劳累 也没有缺钱的尴尬 而且旅游还可以锻炼身体 活动筋骨 会摄影拍点风景照 会写作的写点小文 乐趣多多 五 花钱赶潮流 绝对物超所值 凡能享受快乐便捷实用 时尚的 就要舍得花钱学 花钱买 比如单反相机 电脑 智能手机等 我们生活在智能时代 就要与时俱进 从各个方面去体验 这个时代的特点 比如 花钱给自己买一个智能手机 学会玩微信微博 你会发现 世界的更多 人到老年 不像年轻时那样囊中羞涩 不像中年时瞻前顾后 在最能花钱的年龄 正确的花钱 其实是对年老的自己的奖励 舍得为自己花钱的人 是最聪明的人 懂得如何花钱的人 才是懂得生活的人 是会享受生活的人 自然能够得到 更多健康和快乐 这篇文章说得很有道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